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虽然全家的移民之路困难重重比较艰辛 但是在德拉米尔TDA团队的帮助下 我们终于在五年之后拿到了皮压 TDA是最棒的青睐TDA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新西兰华人电视台新闻33圣诞新年特别节目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新西兰国内在今年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件新闻 那么今天呢很高兴在我们的演播室呢 请来了两位嘉宾 一位是自由撰稿人宋明梅先生 各位观众 各位观众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来自联合报的杨月勇先生 各位观众 大家晚上好 杨月勇啊 首先是不是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回顾一下 本年度的在国内有哪些重要的事件 哪些重要的新闻呢 好啊 那我先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说最重要的事件当然是关于craft牧场了是吧 craft牧场呢 彭新集团呢 这一次也是非常认真的做了很多的功课 然后呢 他们完成了啊 完全的成功的收购了这个craft农场 这里面还出现一些小插曲 包括了毛利人呢 要求在其中呢 拥有两个务场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但后来呢 最高法院也是当时秉公执法 就把这毛利人的这个要求呢 给驳回了 那么也算是我们华人的企业啊 终于呢 在这个新西兰这边呢 这五业这方面呢 建立一个桥头堡 那么这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一个事情 在另一方面呢 另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呢 就是关于政府啊 出售国有资产的这个案件 毛利人毛利党呢 他就提出了这个水资源 所有权的这个要求 因为这是第一次出售的 这个Mighty River的这个水电站 那么毛利人很 在一个那个时候的话 他就提出来说 这个水资源就是属于毛利人 所有出售跟水有关的这个东西呢 都要跟他们商量 而且他们在里面也需要 有一样的发言权 而且需要有这个股份 那么当时呢 John Key呢 就会把这个事情呢 就很有意思 他就会说 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 是吧 那么另外呢 高等法律已经把毛利人这个诉求呢 给驳回了 据说呢 毛利党呢 最近要把这个 他们的这个诉求呢 绕过这个上诉法院 直接向高等法院呢 去那个进行一个申诉 那么这个案件呢 在整个的华人 或者整个的社区里面呢 都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反响 而且呢 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那么有些华人的观众呢 也就提出来了啊 就是说 既然你说这个水 全是毛利人的 那空气算是毛利人的呢 对吧 那个宋老师你怎么看 刚才杨先生提到了 2012 纽西兰发生了一些 比较重大的事情 那么我感觉到呢 它这个问题啊 就涉及到这个 在纽西兰投资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中国的资金啊 外出投资的欲望是比较强的 而且中国呢 现在因为经济发展的不错 所以它拥有的资金也比较多 而纽西兰这个地方呢 它现在经济啊 在世界上来说 也不算是太好 啊 增长的比较缓慢 它非常需要外来的投资 那么所以呢 这个其实这个 对于啊 外来的投资 中国资金来说呢 是应该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 对吧 不过呢 就是说中国 这个投资呢 要到纽西兰来呢 也必须要注意一些事情 就是因为呢 我们从2012年 到纽西兰的 投资的一些中国企业 它的一些做法 那么有些地方 那是底下是 应该说是可以斟酌一下 也就是说 宋老师认为呢 就是您的一个人意见 认为就是有些企业呢 我们这个 声势啊 不要太浩大 那么这是 讲的第一条 那么第二条新闻呢 主要是讲的 国有资产出售的问题 刚才呢 杨远勇先生已经 讲到了啊 这个出售的问题当中 会遇到一些阻力 那么所谓的遇到的一些阻力呢 其实呢 呃我想呢 民间为什么这个有这么大的反弹 呃 宋老师您的个人的意见 对 呃 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点 就是在纽西兰呢 他要这个治国的话呢 他有一个叫怀唐义 条约对 这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 对 这个条约呢 就是治国者呢 必须要 要省中对待的 省中对待的 因为这个条约呢 他越制了很多东西 是不是啊 那么纽西兰呢 他不是说一开始 就是好像通过什么革命啊 或者什么 呃 甚至好像澳洲啊 对这些本土的一些 呃 原来的居民呢 做了很大的这个 呃 比较严糊的做法 呃 纽西兰呢 他是跟毛利人呢 有了签的合约 那么这个合约呢 他就说 这个国家呢 我是毛利人交给 英国这个女王政府 呃 你们来带管理 但是不等于什么都是你的 对 呃 对 那么呃 苏先生 你已经给我们观众 很好的回顾了一下 这个坏卡一条 那么杨永宁 您认为就是 比较大的反弹的 这个呃 民间反弹的 这个就是 就是想阻碍 这个国家党出售的 这个最大的阻力是什么呢 最大阻力当然包括两方面 第一方面 是毛利人在里面看到 啊 这个东西一出售的话 它里面肯定有力 对 这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的钱 嗯 另外一方面呢 当然就是呃 很多人呢 就会认为 国有资产的销售 还有另外一种结果 就好像西西兰铁路一样 啊 TB rail 嗯 那么他就是说 在国外的这个投资者 他那个经营很不善的情况下 政府还得再花 很大的价钱 再买回来 所以呢 反对国有资产出售的呢 大概呢 就这两派的在 反对的声音 嗯 那么跟经济有关呢 我们再往下讲 好 跟经济有关的话 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个新闻 包括了政府呢 呃 在九月份的时候 就出台 限制一个无牌经营的这个呃 直销商呢 把这个本地的奶粉 直接销售 或者运盲了亚洲的国家 这个新闻应该是在本地 引起了很大很大的震动 嗯 特别是在我们华人的这个社区里面 引起了很大的这个震动 因为我们太多的华人呃 我说或多或少吧 不是呃 新闻好友 就是同学啊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呃 跟自己有关系 我想每个人可能都有呃 用呃 这样的我们新西兰的这样的一个便利 把奶粉呢 邮寄回馆 当然都是合法的 但是呢 虽然我们自己做的是合法 但是呢 我们有些快递公司呢 可能在有些没有按照新西兰相关的一个规定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 那么为什么呃 新西兰政府现在才出台这样的一个规定 据说是好像是 因为新闻经常会呃 暴露一些那个局面呢 就是超市里面 那个货架子上 基本上那个奶粉 婴儿的奶粉 就是FORMI呢 那些基本上都买不到 对 非常非常缺货 导致了本地的妇女 也在有这个这个投诉 嗯 抱怨说 这个大陆来的 或者是亚洲来的这样一个消费者呢 把我们的奶粉呢 都买光了 嗯 所以呢 政府在这个时候好像也就是 适当的把这个规定呢 就重新再拿出来 嗯 让大家的知道哦 我们其实原来有这么一个规定 对 原来执行的没那么严格 因为那时候好像对奶粉市场 特别在超级市场 那时候奶粉销售呢 没有造成那么大的冲击 对 现在好像碰到这个情况了 那么就重新再来 因为就本国的孩子反而没有奶吃了 反而在外国的孩子有奶吃 自己的孩子没奶吃 对吧 所以呢 会引起病反弹 所以政府上也会做一些调整 中国的奶粉呢 嗯 前一阵出问题了 嗯 那么但是中国的婴儿特别多 他们呢 有些呢 到山岚去买 嗯 那么呢 有些呢 就是不远万里到纽西兰来买 那你要知道中国的孩子 那数量是不得了的 对 而且这个配方呢 我们知道一阶段 二阶段 三阶段 他要一直吃下去 至少吃三 三到四年 这样的话 他要一收罗这个产品的话 那变成纽西兰的这个 新生的婴儿呢 要吃到纽西兰本地的奶粉了 就变成有困难了 对 有这么一个数字 就是说我曾经听说 在农年的时候 中国一年就诞生了 三千万的农宝 嗯 就今年了 就今年就三千万 这还没结束 就已经三千多万 三千多万的农宝 一个人一罐的话 那是多少 那么婴儿来吃奶粉的话呢 正常一罐奶粉呢 就是两个星期吃一罐 嗯 那大家可以想想 就是这个消费量有多大 对 那么新西兰作为世界上 最大的这样的奶粉出口国 那对它的要求有多大 对吧 好 那我们下面再讲一个 跟经济有关的一个事情 我们今天好像经济 是非常非常的热门的一个话题 包括了这个移民部呢 在北京的办事处 是被发现这个签证 国际留学生的签证的发生了问题 对 那么最近已经有五个人的被捕了 这里面呢 也不得不说一下 这个优先党的那一位 Winston Peters 爆料 他因为爆这些料 现在越爆越 越越越爆光 爆的越多的话 现在是越来越 我觉得就是说 应该是授予这个 Winston Peters 一个反对党里面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奖状 尽管他对这个 有些的看法 或者有些的观点 我们不一定 就是我们亚裔 或者说华人社区 不一定赞同 但是呢 他在起到一个反对党 监督政府的一个方面呢 确实起到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作用 因为这样 好像这样的事情呢 也是属于腐败的一种事情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事情呢 我个人认为啊 在亚洲的一些国家 可能会稍微比较严重一点 那么纽西兰是世界上 这个最青年的国家 刚刚平上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 你的驻外的机构 如果去到别的一些国家 受到一些这个腐败的沾染的话 如果把这个东西 带回来扭起来的话 这就不太好了 所以我就认为 从这点来说 我觉得从这点来说 这事还是 应该说是做得可以的 对 那其实呢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 新西兰它是个乳业大 刚才我们的这个新闻 跟那个乳业有关 它又是个教育大国 所以呢 如何使它在这个教育上 也做到世界上最清廉 其实就是刚才两位都提到的啊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新闻 爆出以后呢 关键是要很好去处理 才制度上去防范 您们好 我是德拉米尔 这是我的铁铺 白鲜巷一家 我们皮尔在2003年 被移民局退签 TDI一直帮我争取 虽然全家的移民之路 困难重重 比较艰辛 但是在德拉米尔TDI团队的帮助下 我们终于在五年之后拿到了皮鸭 TDI 是最棒的 青睐 TDI Safari集团新楼盘上市 Taraga现已七天Open Home 售价仅从二十三万五起 保证第一个十年至少十八万三回报 详情致电立立零二一 一二六五零五五 或周六日清零中国城展示说明会 富家安出贵 至优不贵 生活家具之必备 时尚高雅 深享清醉 简洁使用 富有尊贵 地址33A Sir William Avenue East Market 电话092652969 圣诞新年将来您 向阳网西点面包将为您精心制作各款新鲜玫瑰的圣诞蛋糕 为您提供制作精美的结婚婚宴蛋糕 样式精美款是多 请请您各分店订购 查询电话09523-0669 那么杨先生还有下面还有什么新闻 跟我们观众们做介绍 最大的新闻可能就是中新建交40周年 到处我看 包括我们在座的这几位好像参加这种活动也不少 对对对 比如说一个星期就三四次啊 都有这样的活动 确实呢很不容易啊 中国跟新西兰啊 从那个以前都是一个西方证明 一个共产主义证明 这两个证明方面最早的建设一个邦交关系 然后一直维持40周 40周年这样一个啊 这非常非常值得庆祝 非常值得记命 对其实我觉得呢 就是说作为我们 作为我自己来讲也是这样 就是我们是属于 来的这移民时间不是特别长的啊 那么这样的 我们宋老师呢 就是来的时间很长 应该有感 应该有感触了 就是随着我们中国国力的增强 随着新中两国这个贸易文化交流不断增长 我们华人的地位 在新西兰是越来越这个提高了 正点是肯定的 这个华人的这个地位呢 在纽西兰呢 提高的尤其是最近这个四年八年 对不对 那么因为他的经济也好了 这个 以前呢 这个人口也没那么多 到这里的华人人口也没那么多 对不对 另外呢 他应该说 纽西兰整个经济的活跃 对于华人 有很多进入纽西兰 是有直接的关系 是吧 所以这个来说呢 我认为他们纽西兰任何一个政党 都会认识到这一点 好的 那么杨先生还有什么经济方面的一些新闻 对 经济方面呢 还有大家说Fontara呢 他这个债券公开发售 而且呢 销售情况非常非常 这就是咱们年底的一个重要的新闻 其实这个是不是也是对Fontara 这个 他比原来这个定的价高了20% 这个其实也说明了 这个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种期望呢 对 对不对 因为仿在上 他跟中国的经济贸易是非常密切的 对不对 那么当年后来受了一点损失 可是现在呢 已经可能都是经过一点处理以后呢 都是补回来 对 这些宋老师讲的 也就是这一点是一个非常关键 另外呢 你看这次仿台手发言基金啊 这个杨永永 你发现了没有 它是不是股票 它是基金 而且就是你买了以后 它没有股权 它其实也是从 克拉夫农场上 从中国来投资这个上面 能够吸取的教训 因为你如果要发行股票 中国国有也有能力买 国有企业的私人也有能力买 很有可能 这股票一大半都给中国人买去了 所以他这个考虑上 也是非常有先见之明 对 确实有这个考虑 对 因为在原来的早前的新闻的直播里面呢 也会提到这样一个国内的很多新西兰的这种担心 那杨永还有什么新闻 要跟我们观众朋友来分享 那下面当然还有一个呢 就是Sky City最大的新闻 Sky City的那个新闻也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弹 那就是曾经政府内部呢 跟那个Sky City呢 好像有这么一个初步的这样一个异性 所以Sky City呢 提供新建这个国际会议中心的这样的方式呢 然后呢 增加它里面的那个赌场里面 老虎鸡的这个数目 还有那个其他的博彩工具 玩这个项目的一个项目 那么这个呢 就大家是引起了反对党啊 或者民间一些对赌博 博彩事业一直支持反对态度 这个是一个强的一个反弹啊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 那么政府的包括了专题总理 也不得不出来解释很多的问题 这个情况下越挖挖挖挖挖着就变成了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Sky City 它毕竟是一个商商业机器商人 我们讲的商人它叫tray的 就是一种交易对不对 可以所以呢 就是牵涉到这个政治和这个经济 是如何去做一个交易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我们还再请杨先生再继续 给我们简单再回顾几条重要的新闻 那么再下来的话呢 也是一种比较负面的新闻 当然就是奥克兰港 码头工人呢 就持续的一个罢工 因为新的合约方面出现一个问题 跟码头的那个管理层方面呢 出现一个问题 然后这种罢工呢 就导致了 那个Masky等等的一些 比较大的航运公司 把它的那个航线 就转去了Taurang港 现在Taurang港真的是 打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广告 在那个高速公路片上说 来Taurang港 我们这里没有罢工 所以这个就引起了很大大这种反思 就这个罢工到底它是对的 还是不对的 到底是帮助了这个工人争取的权益 还是真的让很多工人失去了范围 这好像确实是一个双刃剑 所以如何去寻找它这个balance很重要 其实它一方面是使这个很多人失去工 其实也是使这个新的奥克兰市的这个税收 也大大降低了 所以关于罢工这个事情呢 在资本主义世界吧 所谓民主自由的一个国家里面 你也不能禁止它 对不对 它工人是有权利争取 尽量的争取自己的权 对对对 但是呢就是怎么能使到工人争取这个权利 这方面是哪儿子 不至于影响到国家的这个经济呢 这说实在话 这也是也是政府工作者 制作者的一个 它有什么招 也是也是它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这个来说呢 也是新西兰这个 它为什么在经济上会出现的 不是那么太增长的 其中的一个原因 其实就是宋老师 您的观点 其实就是这个罢工啊 一方面是工人正当的权利 其实也是考验这个 我们的管理者 或者说统治者 他这个政治智慧的这种能力 那么其实说到这个政治方面呢 我觉得今天 今年是不是还可以有一条新闻 就是我们政府部门的一些 个人隐私资料的泄露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从我们ACC开始 一直让到IRD 然后再到工作收入局 都有这些问题出现 而且包括了说那个 就是Mega Upload 那个King.com 他就说呢 连总理 John King呢 都出来道歉 说我们不应该 由这个特种的这个部队呢 去对他进行一个监听 对他的监听是违法的 其实这也是涉及到一个 个人隐私的问题 其实说到这个King.com 也是牵涉到另外一个政治人物呢 就是John Banks 也是一个牵涉到一个 捐献这个捐献金丑闻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也导致了我们 新西兰它一些地方选举法的 一些做一些修改 这都是讲了政治上的一些东西 那么文化方面还有什么重要的新闻 或者说其他方面还有什么重要的新闻呢 那这一次当然是我们那个 伦敦奥运会上面 新西兰的这个运动员表现得非常出色 这个奥运会的话 我们总共是拿到了 我们也看到这个数字是多少 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15块金牌 15块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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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表现非常不错 其中呢有13块奖牌 13块奖牌 有6块金牌 2块银牌 5块铜牌 还是这样 那么这个已经非常不简单了 就是400多万人口 能够有这么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来讲 那么另外一个还值得恭贺的呢 是在这个残疾人的奥运会里面 我们也拿到了17块金牌 你说是吧 这个非常非常的不简单 因为大家都知道 新西兰的很多的运动呢 都是民间 民间 很多都是靠自己自筹路费 这样去达成这样一个人生的一个梦想 那么这跟一些其他利益界国家的 可能政府大规模的投入不太一样 其实就是一个投入和产出 虽然就是说这个新西兰应该 它有一个 不知道你们两位先生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在这个奥运会期间 有一个投入和产出 按照人口比另外一个奥运金牌榜 新西兰也是排名在前几名的 对 因为它是按照就是人口 有多少块金牌这样来算 但是它没有 有另外一个表呢 就是说经济学家就统计 就是说你政府投多少 然后跟你这个金牌数 那么新西兰也是在世界上 是名列第一的这个金牌榜 可以说呢 就是说它投入的不多 但是它呢 实际效果产出的很多 其实从这个方面呢 也是说明我们新西兰人的 这个国民的体制啊 是非常棒的 在世界上 我们华人生活在这儿 也是应该感到非常的自豪 也非常的高兴的 那好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今天呢 就请两位啊 跟我们观众朋友呢 回顾新西兰国内消息 我们回顾到这儿 谢谢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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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们好 我是Dalamia 这个国民的体制啊 这是我的 KHU 百姓香 一家 我的PR在2003年 被移民局推签 TDI 一直帮我争取 虽然全家的移民之路 空难重重 比较艰辛 但是在 德拉米尔TDA团队的帮助下 我们终于在五年之后 拿到了PR TDA 是最棒的 青睐 TDA